孙主席和新一届会董会成员表示热烈祝贺 也借此机会代表使馆 向在座的各位嘉宾和桥里侨胞 致以诚挚的问候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 今天丁丁在曼谷美丽的梅南河畔四季酒店 来参加泰国工商总会第23届会董会就职典礼 泰国国务院副总理为我们泰国工商总会留下祝福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023年12月18日下午 泰国工商总会与美丽的曼谷美南河畔四季酒店 隆重举办第23届会董会就职典礼 泰国工商总会成立于1974年 并于1975年获批准注册 在每一位主席的领导下会务工作不断发展 与中国多个城市的人民政府和乔务办公室建立了良好关系 开展互防护 我们来会指申主席 请训书 范斯南瓦副总理为各位副主席办法提认输 李贵雄副主席 林嘉兰副主席 许哲思副主席 吴炳林副主席 许鸿博副主席 萧清良副主席 陈远钦副主席 杨芳叔副主席 蔡少兴副主席 王泽斌副主席 林伟副主席 宁和副主席 陈亨达副主席 也是我们泰国上海商会的林玉会长 林前涛副主席 陈伟龙副主席 于林林副主席 黄永玉副主席 隶书长方方我们的执行会长 泰国上海商会执行会长 今年恰逢中泰建交48周年 也是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 泰国工商总会的许多成员 都是中国发展的见证者 更是中泰关系的参与者 贡献者 发展经济培养人才 开展社会福利公益事业 为促进泰国社会经济发展 和社会繁荣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泰国工商总会 人才会出 民进了各行业的精英和身性 在郑主线主席的领导下 工商总会 必将囤结一心 存全以后 为爱国社会和谐进步 繁荣发展 做出更多更大的功效 在《爱我中华》的歌曲当中 戏本达到了高档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护离堂皇》的《孙主线主线》 也是我们郑主线主线的展现 主线主线泰国工商总会 新一届会等会 在郑主线主席的带领下 全城四景在场辉煌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欧洲斯兰